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伙高歌 拔酒言欢 炮则情谊也跟着凝聚起来 荣光会在海外缓解了大家在军中服务的一些经历 不管服务的时间长久 不管是常备意义 也是义务意义 大家都觉得能够替国家 保卫国家是个人一生中永远不能忘掉的记忆 这次聚会最特别的成员是荣光会的国保之一 飞服队员何勇道 已高龄96岁的他叹起当年勇 美与坚仍展现英气 荣光会长表示大家旅居在外 但仍然是政府的后盾 我想怎么样 荣光会不管怎么样 都是从台湾当过兵出来的话 所以我们在外面来讲 我们对我们台湾我们故乡都有一份的眷念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是支持我们台湾的 支持我们台湾政府的 跨越三代的弟兄 遥想军旅英勇之机 不分年纪 场面热闹文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